10年某一件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勢均誰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賀 鍾黎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 化融點睛 今天咱們家全股價指數沒啥變動 只漲20點而已 漲一天 跌一天 漲一天 跌一天 同學 上個禮拜我講過了 精彩的會在OTC 更正 兩個禮拜之前 就這一天 11月13號 我跟你講主力會在指數大跌的時候 還是大漲的時候進貨 我跟大家講說一定是大跌的時候 所以它有一個進貨訊號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這是一個空方捷徑 多頭帶量反攻 那OTC會比加全強 那誰比OTC強 答案是生計 那麼指數上漲之前要把股票買好 然後後面這邊漲上來 漲上來以後我跟大家講說 這不是攻擊 攻擊之後跌下去 然後你可以看 這段時間的生計 這段時間的OTC 其實都是市場上最強的 你知道你可以領先市場 享受操作樂趣 到上個禮拜 五 我跟大家講說 這一波叫做買突破 現在你突破沒有買了 那你就要本買鴨尾 這是第二次的買點 那這個時間點會座落在明天 會座落在明天 等一下至於這邊有很多的股票 噴噴過的時候 你不見得可以追喔 甚至我之前在告訴你 我們操作的股票 很多今天還在創新高 我告訴你 有的股票我都已經開始獲利了結了 為什麼我要換檔再上 同學 我們做多不不對 但是不是永遠的養樂多 你知道嗎 不是永遠就是股票爆成 就爆爆爆 一直爆爆爆爆 那個股票也會整理 也會修正 也會修正 這段時間要把它避開 對不對 你注意 OTC經驗成交量 已經來到321億 加權股價指數成交量不到700 OTC的成交量 已經將近來到 加權股價指數的一半了 過熱了 凡是兩兩相對 股票一張 講比較白 八二而已 勝極而衰 匹極太來 凡是兩兩相對 陰陽相對 所以漲車漲車漲車 他過熱了 他當然會有修正的機會 那修正 是給很多人上車的機會 不要再傻傻的去買股票了 我講過這邊是一個選舉行程 自始終沒有改變過 從8月底 你如果講到現在11月份 我講說選舉行程在各股 選舉行程在各股 不管指數漲指數跌 我都這樣告訴你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不是很多股票 它整個波段上面很精彩 而且速度非常快嗎 我告訴你 才剛開始加溫而已 但是下一次漲的 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 換檔再上 咱們部分持股獲利出秦 要買什麼股票 我待會兒慢慢跟你講 有些時候 不是只是在股票很好的時候 看到它很好 那漲停板的 都是讚的 都是優的 大家都是解消 有些時候 反而是擊殺的過程當中 你要尋找那個機會 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節目上常常在證明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心是白的 所以會怕 股票去 股票也Q太多了 怕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它會再漲 股票 起座 摘下去 擊殺殺到跌領板 算沒有人 有人跟你說 你看漲多了所以怎樣 就是最大的利空 夭壽 去沒了 去放空 又再一次夾夾 所以很多時候我在證明是 你看 今天這支股票再創波段新高 同學 再創波段新高 來到154元 不要衝動去買紅帆 同學 不要衝動去買紅帆 我要告訴你 我為什麼知道這邊要買 波段的強勢股 怎樣 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涨到137 涨到139 都也讚 對嗎 重點是這一天我怎麼告訴你 我跟你講說 這邊不帶一招都沒有賣 而且是麻一點 這才是真正的價值 真正的叫小學 不是知道的 你看 那個看圖說故事 兩個去那裡做的 你看 債視愛視 所以要怎麼放空 現在動作爨到 那不是 133塊 今天來到154塊錢 同學 不要去買紅帆 同學 我告訴你 買紅帆的位置是121塊 跟116塊 154塊你要去買 那你們家的事情 今天創新高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一人 隨便賣都會賺錢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賺到錢 這是116塊的買點 這是121塊其他的買點 那這是最近投信在買的位置 改記 為什麼投信這麼賣 紅帆的波段沒有走完 但是它出現了整理訊號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部分個股要獲利了結 換檔再上嘛 如果股票不賣 拿來新的資金 不是嗎 但重點從紅帆的這個波段 這樣子整個波段上來 我只要證明一件事情 眼睛看不到未來 要靠的是什麼 要靠的是技術分析嘛 不是 你看這支股票 日友 我很少去跟大家分析基本面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我講完以後 A B C D 差不多五分 今天可以說一個股票 說什麼 下課了 那個股票先起起來 這樣說 起房這樣說 先起庭這樣說 說那個不是塞沒效 一買突破二買要回三接跌停 我以為我們之間應該都有默契 所以為什麼第一時間要去買日友 因為它突破嘛 因為它跳空 因為它趨勢改變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然後118 120 為什麼殺下來1135 我跟你講說 它非但不是賣點 它還是一個賣點 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算我們才123塊 132塊 143塊 來到今天148塊錢 小小問你看 信頭明信的人 一拜五開始買了 不是 我講過了 如果投信趕買超的隔天 你不要去買 會被電到 不是這個樣子嗎 這最強啊 如果我會去套到 不是 會套到啊 在下小弟 我告訴你要買的是 104 105 113 121 123 我沒有告訴你買148 但是這段時間 這個普段起來 太少問 擊殺的時候 誰敢站在這邊跟你講說 他一張沒有賣 這是趨勢的力量啊 趨勢就像一面鏡子 映射多空 反照人性 常見人說順勢者勝 逆勢者亡 有多少人逆勢去放空 他們說 拜拜 不是嗎 用嘴買五票 永遠都可以坐在檯面上 繼續屁 但是實際上去輸贏的 早就輸光光了 早就請家蕩產了 不是嗎 吹唇一顆 豬啊 半坑無人輸啊 逆勢者亡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這簡單的道理啊 這是紅日友 今天創新高 來 再看一支 碩天 同學 這是摘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 波段的強勢股 我買在短線上錄的時候 這94塊 104塊 到109塊半 到120 到127 今天最高點 來到131塊半 請問一下哪一個人會賠錢 除了放空的人以外 這樣不是一個波段 我不是要證明 我們賺很多 我只是要告訴你 波段需要專業香水 我只是要告訴你 如果心是白的 一定怕 同學 這三支股票 碩天 紅帆 日友 今天紛紛創下波段新高 我告訴你 有兩支我獲得了解 是哪兩支 你自己看技術分析 你應該會知道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在它最淒慘落魄 大家罵得湊頭的時候 我是告訴你一個正確的方向 後面驗證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未有光明一盞燈 漁船需要燈塔 閃戶需要正確的方向 而你必須要有判斷的能力 這個地方 部分的個苦要獲利了解 然後換檔再上 這是新的鉤票 我告訴你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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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我跟你講它是日友 碩天 紅帆 類似的模式 這是第一時間突破的買點 同學 它禮拜五創新高 今天不用更新 我告訴你 一樣 再創波段新高 買得Everybody全部都賺錢 但是重點是 那股票不是只有漲的時候跌下來 漲的時候大家可以 都可以改銷了 阿齋下來的時候 阿機殺的時候 那跌停板的時候 說到底 看電視為什麼只有驗證沒有賺到錢 三顆星啊 沒有那個決心啊 沒有那個信心啊 沒有那個誠心啊 沒有那個誠心啊 不然就靠一張 背一張 試試看 抱著這種心態 來股票市場裡面 試試看 那真的很危險 那真的真的是很危險 所以 要不要 要 Just do it 要做做最好的 所以我不會跟你講說 你看 日友第二 你看宏帆第二 你看碩天第二 我們做第一名好不好 我們做第一名好不好 我們把每一檔股票 就認真的操作它 一次進去就三分之一不會 股票真的不用多啊 按照技術分析 告訴你的訊號 很多菜啦 很多奧票 人家講說 一日之所需 白公思為白 那後面基本面 我幫你準備好了 不是嗎 這個 為什麼我們埋在頭信前面 這個 為什麼我們也埋在頭信前面 我如果告訴你說 技術分析可以看得到 那不是要不斷不斷的驗證嗎 所以真的沒有這三顆心 你何必卡電圍來呢 你可以打電話來考慮 我們也不會強迫 你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更便宜喔 今天又更便宜 今天又更有優惠喔 我沒有來這頭的啦 你自己思考清楚 真的有三顆心的人 真的有三顆心的人 在撥通電話 因為接下來 要買那個股票 真的需要信心 跟十足的勇氣 我等下證明給你看 有的股票馬債會擊殺 可是那個擊殺 甚至是那個跌停 它是買點 記得一件事情 操作快很準 情緒是平穩 無我 不動心 創新高的洪帆還是洪帆 創新高的碩天還是碩天 創新高的日有還是日有 整個波段它的基本面 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變得是什麼 變得是咱們的心 有賺趕快走 買了後 錢三會怕趕快走 所以一支股票創破段新高 結果有人做賭 做賭不賺錢 半天不用說啦 我們就說做賭不賺錢 所以三顆心啦 戴上三顆心 下半段單元 我講的股票 你一定要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 再講 請立即撥打諮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2-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施著各種聲音 沒有了解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得一切草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能力 請選擇你的網路 兒牌氣密窗 孩子的未來是什麼模樣 如果沒有既職教育 轉動台灣經濟的專業人才 又會在哪裡 孩子們有著無限的可能 鼓勵他們盛行發展 快樂學習 選擇既職教育 將興趣變成專業 展現多元成就 未來在職場上發光發亮 既職啟動夢想 專業成就未來 我常常在講 技術分析之所以可以讓股價變得有機可循 它凡事都一定有邏輯相對 因為公司賺錢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 價民會先靠股票 它靠一張兩張嗎 靠0.5成一成嗎 靠1 3分之1之後 然後賣一半嗎 不是吧 它是大顆靠大顆靠大顆靠 所以量價結構會產生化學變化 極進貨有極進貨的化學變化跟訊號 極出貨有極出貨的化學變化跟訊號 所以我講說中勢就勢 主人有誰 對 主人有股市 人沒有股價就賺不少錢 有些套牢的股票 你把它轉換成資金 就可以活用資金不用死腦筋了 這是上個禮拜三 我在跟你談的一支股票 然後我講完以後 它當天是漲停版的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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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價錢要靠 是不是 其實我這天已經先買了 只是只有部分會員成交而已 只有部分會員成交而已 所以我們四同未成交啊 這是隔天 眼睛一眨就亮燈了 真的嗎 就幾天就亮燈啊 但是我跟你講說什麼 漲停怎麼辦 還是要買啊 這在隔天啊 這是今天啊 再創破端新高 從預告買進的這一天是五六七 到今天最高點是七二五 我跟你說這邊漲停還是要買 這邊漲停還是要買 拉回來還是要買啊 沒有任何的賣訊 同學 沒有任何的賣訊 我講說它走的是例期模式 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的改變啊 同學 這一段 它在走這一段啊 這邊 再走這一段 所以它將來修正也會這樣 它將來修正也會這個樣子 從這一段走到這一段 人家七十塊到一百塊很快啊 甚至於四十塊到七十塊也很快啊 後面下來這一段 但是它整個波段 整個波段走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還是買點 波段的買點 為什麼 基本面的改變 所以當時候五十六塊七毛錢 我告訴你 你就是要靠這個啦 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這是一個很標準很標準的 長線上的大買點 靜帶拉回的時候 我還會繼續靠 所以回完 你抽底有的 不像你一段都不能買 沒買到的 動作太慢耶 我還會再靠一次 他擊殺的時候記得 我告訴你 尻足三分之一部位 就是三分之一部位啦 導播 short time 這支我非常看好 它有可能走力勤的模式 力勤的起漲點是 二十幾塊 漲到四十塊 漲到五十塊 然後即使最近那麼多 還有一百八 這支非常有機會 他非常有機會 所以 為什麼摳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懷疑 你給我尻足三分之一部位 就對了 單計一塊五毛八 重點是 這一個單計是來自營業利益 它是業內不是業外的 所以股價一定不會是在低的位置啦 高跟低不存在了 有三顆星在撥通電話 有些股票 它要大長波段的時候 它需要時間 而它這個時間出來的時候 不是一倍兩倍 有的是三倍四倍 甚至是五倍 所以你可以回頭看看 力勤它的波段起漲點在哪裡 我答案是三十五塊錢 現在多少錢 它答案是六倍 你可以去看一下如虹 它的起漲點是多少 它是四年前的 二十塊 現在多少錢 二十幾倍 所以這個東西都一定要有條件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這個非常非常有可能走力勤模式 當然 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我就不補充了 這是五六七 這是六二三 這是六八五 這是七二四 幾乎都不回來 所以我跟你說 這邊要買 沒買到還是要買 打回來還是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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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沒有三顆星怎麼做得到 記憑 嘿 鼓廟的漲停板了耶 記憑你又漲停板了耶 老師我叫我買 叫我買 叫我買 在靠進去三文錢 不是在開玩笑的耶 操作快很準 情緒四平穩 無我 不動心 我不會跟你算說 五十六塊七你看 欸 漲多少 我不會這樣告訴你 因為你們眼睛沒有看到 後面會在漲的數字 那個才是真正我們要的 所以啊 做就對了啦 讓我們與你的現實交手 你將重新擴大夢想的版圖 而行動是最接近勝利的捷徑 不要被眼睛所局限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說 長這樣子已經很多了 後面呢 後面更多 為什麼 有些東西不是眼睛看得出來 有些時候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眼睛看到 哇 跌成這個樣子 但是技術分析跟你講什麼 高手不是只會拿一手好牌啊 不是只會分析漲停板啊 不會只是分析創新高 而是股票殺下來的時候 把爛牌把它打好 接下來 這是真正的叫做好 那不是千里之行死於足下 重新攔起多頭魂 實性心跟對人 逆境才能真正的重生 我說過了 這次很多股票 有的股票我讓你了解 讓你了解後 我們有資金 我們有股票 我們要買新的股票 這些股票 都應該要有同樣的條件 這第三季的單季是3.35 去年第三季是2.63 那麼你覺得股價應該 應不應該要有訊號 有人說它短線上長很多啊 真的嗎 那為什麼這張圖顯示 沒有長很多 為什麼 激期的問題嘛 玉山 台灣第一高峰 對不對 跟聖母風比起來 就像小朋友 所以一山還有一山高 多頭市場 多頭市場 有些時候什麼都沒有變 但是變得是我們的心 長上來 哇 化綻喔 跌下來 化坑喔 如果永遠都在買賣之間做選擇 怎麼樣能夠改變自己 讓自己流到沙漠 成為一個無拘無束的投資人 習慣鋪成輪迴啊 輪迴決定命運啊 如果我們的輪迴就是 自動不買自動不買自動不買 買那一種買那一種買那一種 買那一種買那一種 買那一種就是不會賺 還繼續買那一種 頭鎖鎖鎖鎖 不會轉彎 沒有辦法改變 那永遠就只能拆股票 拆股票拆股票 然後買一張買一張買一張 賺得趕快跑賺得趕快跑 什麼時候就你好贏 那不是三顆心啊 同學三顆心啊 這個高峰也是一樣啊 這第一時間突破啊 隔天的時候大漲啊 那有的股票它真的就是突破的時候要買啊 這亮燈我照買啊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是低的 這都是接下來我們正在布局的標的 而不是今天買了明天賣 明天賣了後天買 今天空了明天補 不是這個樣子 那種小朋友的操作 你不要來找我 我說過這波要它大 大大的 真的大大的 資金在流向的過程當中 正所稅它的廢除 它只是剛開始而已 因為其實正所稅對實質上面的 實質上面的財富重分分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對於什麼 對於明目上有影響嘛 大戶你要查它的稅 那就會查它的金流 查它的錢哪裡來 人家怕的是這個東西嘛 那這個東西如果拿掉了 我講過這一波不是外資的天下 這一波是內資的天下 甚至於有一些投信 現在才剛開始要買而已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你看它鴻帆最近才開始買 日遊上個禮拜五才開始買 但是我說過它剛買 你隔天不要下去 會被電到 等到什麼時候再買 看訊號啦 那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去證明 你可以不急不急的去享受波段獲利 你可以超越市場 享受操作的樂趣 你可以擁有技術分析 成為真正的操盤高手 你可以歷經多工學 也能夠全身而退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我們不斷不斷在證明是這些東西 你真的有三個星 下定那個決心 手上頭腦很多的股票要處理啊 很多人說啊我就不錢 我就不錢買新的股票 不是不錢 是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決心 決心要做什麼 這些股票三國歸桶 三國歸桶 三國歸桶 化整為零 化成三檔股票 三檔最飄漢的股票 在台北股票市場 重拾你的信心嘛 沒有這三顆星的人 就會跟我講說 有沒有收短期 有沒有優惠 有沒有打折扣 有沒有很長的會期 不好意思都沒有 我的名字叫做博爾小荷 你打不管是兩次三次四次五次電話來 我的助理人員每一個回答都是一樣的 不管我們有任何的活動 它都不是優惠 它都不是優惠 我們要證明的是這四件事情 這四件事情其實才是真正寶貴之處啊 節目上所有技術分析的東西 所有技術分析的看法 節目上每一個買賣點 操作的每一個買賣點 乃至進場點出場點 我沒有優惠都在哪裡 我全部都寫在裡面啊 所以十年磨一劍啊 十年磨一劍啊 雙刃未成事啊 今日把事均啊 誰有不平事啊 很多人都沒有你看 他就不會去啦 你看他去太多了啦 你看他不會有破端啦 你看他去太多了啦 顧標真的不是亡人想的那簡單 如果你過去的模式不改變 沒有辦法跳脫那個循環 那真的 你參加媽祖的婚 媽祖也會說你耍不耍 那不是 要真的要懂得改變 才不會無藥可救啊 要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要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 站出來 站出來嘛 所以這邊 有很多股票 我很擔心 你們在明天 後天 會去把它殺掉 甚至去放空 甚至不懂得要買 那真的太可惜了 因為下一波 會比上個禮拜的行情 還要來的兇猛 因為 正所稅剛拿掉 資金時日剛集結而已 接下來法人會共襄盛舉 尤其是投信 我講過他們都才剛開始買 他們都才剛開始買 買的過程當中當然需要一些進貨的手段 那你就要利用這個手段 中稅 舊稅 主人 五扣稅 電話波通 就 對了 但是 榮成 非降罪 不叫胡馬 杜英山 閃會真之聲 畫榮點金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桐再會 拜拜 星營選前主身段 史無前例 獲得一加一 攻守兼備 長短接營 立馬倒數 錯過不再 請您立即撥打諮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賺錢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中文青現場實施中